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你的收听 我们一起来研读圣经的话语 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中东的戏剧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想向你强调啊 就是要指出现今在中东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 特别是指以色列人的回归 是神奇妙的作为 为了要迎接他所预备的伟大的一个高潮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在过去的三次节目时间里头 我们思想过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又是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我们对神在以色列的作为上啊 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 也可以说应该怎么样的回应吧 根据圣经的教导 我们知道神要求我们有四个很特别的反应 他就是赞美传扬 祷告和安慰 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另外一个有关的问题了 而且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 在这个讯息万变的世代当中 预备好我们自己去迎接主的再来 今天我先讲头一个预备 那就是新月圣经所要求我们的 就是要热切的期待 热切的期待 新月圣经有很多地方都向我们指出 神要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只是选其中一些来跟你分享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 这两家经文分别提到了主耶稣头一次和第二次的来到 经文是这样说的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依此被献 担当了许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那有些研究圣经的人呢 发现圣经当中讲到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比例 是一比五 一比五 那就是说 有一个关于耶稣头一次来的预言 于是就有五个关于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咯 因此圣经关于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 是五倍于第一次的 因此我们从圣经的一切有关耶稣头一次来的预言 也就是全部都应验了的话 那么很自然和很合理的圣经所讲 关于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 也必然准确的会应验 因为圣经有五倍这么多的预言 说到关于主的再来的 那首先 希伯来书告诉了我们 人有两个约会 那就是死亡和审判 而与此同时啊 他又说 基督也有两个约会 头一次他来 是献上自己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世人的罪 然后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啊 是与罪无关的 那是为了拯救那些热切期待他的人 那我们留意啊 这里是说等候他的人 原来的就原文的字句啊 还有热切的含义在里头的 这指出我们必须在思想和内心上啊 要不断热切的期待着主的再来 当我们有这个期望之后 我们其实是与神的整个创造有同样的期望了 也许啊 你会觉得很诧异啊 原来整个创造都是在盼望主的来临 也就是说再来 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九节那说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你看呢 既然受造之物都有如此的期待 那么我们的期待又会不会比他们顺色了呢 当然不会了 在诗篇里 世人讲到树木高山草原和别的受造之物 都热切的等待 要以欢呼和赞美的声音来迎接主的再来 那么身为基督徒 我们怎么能够比这些受造物的态度更不如呢 当然要比他们更热切了 然而在今天如此混乱的世代当中啊 主再来的启示是我们的福分啊 是我们正在那热切盼望的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有真正的盼望呢 保罗在提多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这样对我们说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次数的情欲 在今世自首公义 敬虔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自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祂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 又洁净我们 特作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好了 我希望你注意啊 我们一切在主第一次来已经蒙救赎的人 现在 现在正等待那有福的盼望 什么是有福的盼望呢 就是我们至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了 注意了 保罗在这个地方称耶稣同时是神和救主 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 存着热切的心等候主的再来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那不过 在等候主再来的态度上 我们可能会犯上两个错误 头一个是自称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和时间 耶稣警告我们呢 要提防这些啊 在马可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 圣经这样说 但那日子 那时尘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志者 也不知道 职 也不知道 唯有父之道 你们要谨慎 警醒祷告 因为你们不晓得 那日起 几时来到 这时正如一个人 离开本家 寄居外邦 把全命交给仆人 分派个人 当做了工 又吩咐 开门了 警醒 所以你们要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家主 什么时候回来 或晚上 或半夜 或计较 或早晨 恐怕他忽然来到 看见你们睡着了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是对众人说的 要警醒 因此 没有一个时刻 是我们不必要警醒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 我知道主再来的正确的日期和时刻 这是错误的说法 和错误的态度 另外一样的错误 就是我们忽略了主再来的时间和时代 我们不能知道哪个日子和时辰 但是耶稣却希望我们知道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呀 保罗在《帖撒努尼加前书》的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弟兄们 论到时候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 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 弟兄们 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这那日子临到你们 像贼一样 保罗说啊 主的日子来到就好像贼一样 没有人会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 但是我们 确实应该要查看 和知道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呀 我们要有一颗 期待着主 期待着主再来的心 过去我提到过 我们现今正是处身在一个指定的时代当中了 也就是诗篇一百零二篇 是三节所预言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 你看看啊 我们虽然不能够确实的知道主再来的确切的日子和时辰呢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那指定的时间 在神所特定的时间当中 有两个很重要的年份 就是1948年 以色列的复国 和1967年的六日之战 使耶路撒冷城重新的归入犹太政府的管辖之下 这两个年代可以说是以色列复兴的指定的时刻呀 耶稣在世的时候 曾经指责法利塞人不懂得解释和分辨时代的神迹 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圣经这样记载说 法利塞人和撒都盖人来试探耶稣 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耶稣回答说 晚上天发红 你们就说 天必要晴 早晨天发红 又发黑 你们就说 今天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 但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好了我们要注意啊 千万不要犯法利塞人所犯的这种错误了 就是不懂得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 而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 能够使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信心 有喜乐 有盼望 那另外 关于主再来的是 耶稣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 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 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质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云降临 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 静了 那今天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压力 有很多的难处 或者是痛苦 但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让我们挺身昂首吧 带着信心 喜乐和盼望 度在世的生活 因为在我们的面前 有着一个极荣耀的盼望 好 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希望在下次节目时间呢 会跟你探讨 这个主题的最后一次的探讨 也就是说 中东戏剧的最后一次探讨 我们会讲到迎接主的再来的另外一个预备 就是要圣洁 要圣洁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未经许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